所謂高階能量和低階能量 低階能量就是一些比較沒有秩序的能量 這個秩序程度 我們於是可以給一個客觀定義 就是雙 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所有的高階能量變成低階 然後變成熱能 然後什麼都沒有雙 這個就是熱積的概念 雙不斷增大 宇宙又不斷大 所有東西就變成無錐的狀態 霍金發現原來黑洞的表面積 是跟黑洞的雙有關係的 午夜廣場真的很科學 萬事有雙量 旁 Golf 國